讓國軍有最好的裝備捍衛國家 是我們不變的政策和決心 未來玉山軍艦在平時可以執行離島物資的補給 以及人員運送的任務 當災害發生也可以擔當救災和緊急醫療的工作 而在暫時更能編成特遣部隊進行兩棲增援 我們可以說玉山軍艦是一艘可以具體展現我們海軍 平時能救災 暫時能作戰的運輸艦 我也聽說我們海軍官兵志願請調到玉山軍艦 就是希望能夠接受接艦的任務的挑戰 來提升專業能力 這樣的精神如同去年玉山艦下水典禮的時候 我對大家的期勉 只要有信心 不論有什麼困難 我們都能一一的克服 如今我們在海軍 中科院及台船公司專案同仁的身上 看到我們滿滿的信心 我們用團結克服困難和挑戰才能締造今天的成果 今天舉行交艦典禮的玉山艦排水量滿載可以達到一百零一萬零六百噸 是國防部在二零一七年開始執行的國艦國造計畫 艦上可以運送六百七十三名官兵 也可搭載AAV管兩棲突擊載具登陸艦跟汗馬車等各式軍備 一例海軍陸戰隊執行登陸作戰 軍方人士透露玉山艦兩棲運輸艦單艦 就配備有四座八連裝海艦二的防空飛彈 合計達到三十二枚 火力相當強大